2月17日 微博帳號《烏山六月雪》的網友發帖說 她最近為跟自己相同遭遇的徐州鐵獵女發聲 收到重慶市烏山縣雙龍鎮派出所的償患證 烏山六月雪原名馬判彥 以改名為方思悅 方思悅18日告訴新唐人 她在12歲時被大伯賣給一個比她大17歲的男子 遭強姦後生下兩個孩子 她曾兩次逃脫 向雙龍鎮派出所報警 但警方收了對方好處後不管 任由她被男方抓回去毒打和強姦 方思悅還表示 大陸有不少鐵獵女事件 聽說很多女的被逼得喝農藥死了 她的媽媽也是受害者 1997年 她9歲的時候 患有精神病的媽媽離家出走後 被人撿去生孩子 方思悅的姐姐和妹妹也是同樣遭遇 事件在2016年曝光 被大陸媒體稱為重慶烏山同樣習事件 三姐妹最後得以脫身 但南方都沒被追究責任 新唐人記者雄斌晨傑採訪報導 相反了 提一下 jem